在高田站 又要走到高田城址 你介绍一下我们的路线如何走? 很简单 不知入口在哪里 不知入口在哪里 我猜应该在这里 在湖边 这间是煮蛋吃面 是食堂 不知是什么食堂 在这间吃下午饭 我们走到高田城址附近 户城河旁有一间食堂 推回进来的食堂 挺日式的 果然是日式的 因为连图片都没有 全部都是看不明白的图片 然后看桌面 幸好有一个图片 看一看 认识三个字 中华面 只认识一样东西 七字井 三字井 只认识一个井字 其他都不知是什么 中华面 看不明白 没认识了 在后面的菜单 都是不太明白 饺子两个字 饺子两个字 还有烧团 都懂 烧团不知怎样烧 肉籽蒸也懂 蒸蛋 对 迫之 叫了一个伙企来 问他 他说面就是这一堆 说说说 不明白 叉烧 哎 迫之听得明白 这两个字 听完叉烧两个字 直接想想 叉烧 叉烧 这样就完成了 好 幸好叉烧 跟我们的发音 都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 有时候搞错了 叉烧给你垃圾 大姐 给你垃圾面 给你 这个有英文 Sell service One plate 10 yen 10 yen Please put 10 yen in the box 再进去 Open Take one Take one 啊 Good good 是 这个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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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的 很简单 放低 10 yen 就拿回 是不是加醋油 我怕会是 应该不会是 确实一点 可能不同 对啊 确实一点 一般的豆腐是确实的 不同 你喜欢吃的 很滑 很滑 像绿子豆腐 是完全不同 和我们吃拍摄的 挺美味的 对 很多质感 是美豆腐的 我加少少醋油 你下不下 待会决定 挺美味的 吃过 我们这些 他这种 像 这个 百福豆腐 又帮人买广告 是 酱油好吃 对 好 最后 来一碗 叉烧面 很切的 你看 叉烧面 很薄 对 除了我那块叉烧面 薄得透明 几乎烂在两边 很厚 好切的 嗯 让我试一下味道 一枝 成功 召了两碗 是成功的 好吃 好的 好 很大碗 很轻小的 大碗 大吃 让我吃了些什么 是大很多 对 好的 吃完 午饭 现在 继续走去 高田城市 嗯 其实真的挺远的 其实真的走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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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快 也许